大家好我是豪哥 欢迎收看古矮奔腾 今天的盘 有没有觉得很弱 很弱势对不对 可是最后还是收高 今天涨8点 你会看不出来这个盘 其实今天很强势 可是明天有一个点要注意 15400好不好 你要记住这个点 明天是什么 明天是什么日子 结算日 周结算好不好 周选结算 所以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呢 你要注意这个点 15400 这个点要守住 这个点只要守住 往上攻击的态势不变 好不好不变 来等一下我再跟你解这个盘 我们先看这里 来我说举手指导 让更多人看到影片 帮我按赞留言分享 来我说你一定要加入 我Lite跟TG 好不好 因为我会在这里发讯息 你才有我的讯息 不然你看不到 不然你只能看节目 你只能看节目 去预测我预测明天 你觉得这样有效吗 如果你觉得有效 你就不用加入 如果你觉得有效 不用加入 来我们先看美股 美股因为昨天 记得吗 昨天公布那个 非农就业指数 大增大超预期 大超预期 结果呢 今天等待什么 今天晚上 今天的凌晨 好不好 等待那个鲍尔 他会对这个来说明 超乎预期来说明 所以大家担心会鹰派升息 他的言论会偏鹰派 你懂吗 会偏鹰派 所以昨天美股全部都跌 全部都跌 来纳斯达克跌1% 废半跌1.7 好不好 跌1.7 来回到我们台股 看这里 市场观望 所以他在观望什么 观望鲍尔的谈话 鲍尔今晚的谈话 他们在观望 观望三大全值股皮落 三大全值皮落 哪三大 台积电 今天很弱 尾盘还杀尾盘 最后还杀尾盘 可是很巧 今天的指数 刚好说在15400 一点不差 所以这个点 是明天的关键 所以明天开的太高 如果发表的是鸽派 他开的太高 你不要太高兴 不要去追 因为他会洗下来 好不好 我提醒你 如果开的太低 你也不要紧张 因为有可能洗上去 这样你懂 所以明天的关键点在15400 好不好 我提醒你的15400 这个点明天很重要 来看这里 我说三大全值皮落 哪三大台积电 联电联发科 来震荡亮缩 进白点 亮缩震荡 进白点 所以今天 今天几乎在平盘震荡 上下震荡 可是最后你发现 他回归在终点 平盘 不管他怎么震 所以明天走势 可能也一样 可能也一样 因为现在亮缩 亮缩在等待 那个鲍尔的谈话 好不好 到底是偏鸽派呢 还是偏鸽派 这个今晚就知道了 好不好 今晚就知道了 你明天就知道了 来我们来看几个消息 来你看半导体 沙身隆隆 这是昨天 台股重挫209点 这是昨天 说在这跌破五日线 来我说 这个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15400 是明天的关键点 好不好 是明天的关键点 我等一下再跟你解这个盘 来联电 利空 来你注意看 这是利空 联电一月营收月减6.5% 碳15个月来新低 利空对不对 来看联电 注意看 这是加权 我等一下再跟你解 这是联电 今天是涨的 利空不跌会怎么样 我之前教过你 利空不跌会怎么样 好不好 我相信你们都有头脑 你们都知道该怎么解读 来 这是加权 看好 今天涨8点 对不对 刚刚好说在15400 下面的指标呢 筹码指标 从这里到这里 只有昨天小卖 对不对 昨天小卖 小不卖超 但是这个卖超 有没有影响到前面的买超 没有 对外资来讲 他还是买超2200多亿 你包括加上昨天的卖超 他还是买超2200多亿 昨天卖超125 所以这十几个交易日以来 这十几个交易日以来 外资还是买超2200多亿 所以你觉得这个行情结束了吗 但是明天要留意15400好不好 因为我之前说过了 我说外资就是追高杀低 外资他们的做法就是追高杀低 所以他们的 你可以说没什么参考价值 你可以这样说 因为高点都是他们在追的 这高点都是他们追上去的 这都是他们追上去的 会有这个高点就是他追的 会有这个低点就是他杀的 这样你懂吗 昨天为什么会杀那么低 外资杀的啊 所以他们是追高杀低 所以如果明天万一哦 我说万一好不好 应该不会来 我希望也不要来 如果15400跌破 那你就要小心了 好不好就要小心 这个盘陷入一个长整理 长波段的整理 好不好 他会陷入一个很长的波段整理 好不好 所以我希望不要来 我希望这个盘一路涨 我跟你一样 好不好 我希望你的股票涨 我一样希望你的股票涨 所以如果你有股票问题了 我相信我这套软体能够帮你 我这套系统能够帮你 我们来看几档股票 来你看哦 我觉得这些都是好股票 你可以利用这个筹码指标 筹码指标 我跟你讲 你买这套系统回去 我跟你讲 你不用选股 你不用选股 因为这里有波段 他股票帮你选好了 这有多方标的 有空方标的 他都帮你选好了 他都帮你选好了 你不用选股 你懂吗 你不用选股 不用那么累 下的班 已经累了一整天 你工作一整天 很累了 然后下的班还要选股 有不要把自己搞成这么累吗 累得像条狗 结果呢 隔天还没赚钱 不需要好不好 借助专业 专业的力量 来我说这套系统 他能帮你选股 他已经帮你选好了 你看今天我该做什么标的 选好了 就这些啊 有没有 这些 来再来空方标的在这里 两支 有没有这么简单 来这里还有当冲策略 当冲策略 这里也帮你选好 当冲的股票该有几档 多方的这是空方的 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有做台子的 这里有台子当冲 来还有自选股 你可以加入 把它加入自选股 做追踪 这里讯号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天出讯号的 当天出讯号的 这样了解吗 当天出讯号 所以你可以买在起涨点 你看像这些股票 这都是起涨点哦 我随便点一支 这都是起涨点哦 这都是起涨点哦 所以你不用选股 你可以发觉说 买这套系统回去 不用选股 不用选股 来我们来看起涨股票 来你看哦 挖点回来 1783 来这次叫台康生 台康生好不好 你看从这里 进场一路涨 为什么 因为筹码指标 沿路做多 有人在买啊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筹码指标很好用 你买回去 最大的卖点就是这个 我跟你讲 最大这套软体 最大的卖点就这个 这个是其次 这个叫落后指标 但是如果你看 你看家全哦 他可以领先在这里 筹码已经翻多了 有没有发现 筹码已经领先在这里翻多了 讯号这里才出来 所以这个是落后指标 这个叫先行指标 所以这一套系统最大的卖点 就是筹码指标 好不好 就是筹码指标 来我们刚刚看了 台康生嘛 涨这一段 因为筹码已经领先反应 筹码在还没有出现 这个讯号之前 已经领先做多了 好不好 所以这套软体 最大的卖点就是这个 还有谁 这只叫华福 来我觉得这些股票都还在涨 都还要在涨 好不好 你不要错过了 这些股票都还要在涨 来你们可以记下来 没关系 红海已经翻多了 好不好 你不要看不起它 红海已经翻多了 之前是空头没错 现在已经翻多了 你看筹码翻多 筹码翻多 该卖的都卖完了 好不好 筹码已经翻多了 所以这些股票你要留意它的买点 这次我记得昨天讲过了 连宇今天还在涨 还在创高 所以我昨天跟你讲 我说昨天你就算进场 今天可不可以赚钱 还是可以啊 就算你今天开盘买也是赚钱啊 也是赚钱你懂吗 来这些股票都还在涨 都还要在涨 好不好 你不要错过这些股票 这是谁 艾普 你看这一段 如果你能在这里第一根买进 你可以享受这一段的获利 如果你能在这里买进 多好 多好 可是偏偏你现在才看到 原来这里就已经出讯号 你现在才看到 来还有谁 来这只叫大疆 这只更早 在这里 出讯号之后 哇沿路一段 这样有没有涨一倍 有没有一倍 我们来算一下好不好 这里是117嘛 这里多少 200 快一倍了 如果说你这里出现讯号 这里你一路报 报到现在 你已经赚快一倍了 所以这套系统可以领先 让你看到未来 来我们来看台积电 台积电一样是红KO 一样是红KO 好不好 一样是红KO 我们来看连电 刚刚我说的 利空不跌嘛 有没有发现这一波连电 比台积电还强 有没有发现 同样做晶圆代工的 好不好 来我觉得这些股票都还在涨 都还要在涨 好不好 你不要错过 这是宏达电 这是宏达电 还有谁 华欣 好不好 这里翻多 到这里 还没结束 还没结束 你看筹码就知道了 好不好 你看筹码就知道 来我说这些股票都还在买进 都还要 所以你看 我说穷人跟富人的差别是什么 就是你能不能看见未来 如果你能看见未来 这套系统能带你看见未来 你为什么不把握 好不好 这一套系统 我跟你讲 你买它 还加上投研部的简讯 好不好 还加上投研部的简讯 来我说你一定要加入Lite跟TG 因为你才有我的讯息 好不好 你才有投研部的讯息 来我说想了解更多精神准系统的 请播服务转线 0277259668 好不好 0277259668 今天与事情关心我们就节目到这边 最后祝各位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